我失蹤被軟禁 那這個視頻事先先拍好 如果我失蹤超過一個月 40天 那我授權拍視頻的人 幫我發布在網絡上 屠夫在2012年拍完這麼一天之後 在2015年的5月間庇布 他跟709律師大長的時間有一點關係 他平常是幫一般的那個 訪民跟維權人士去爭取權益 他以一個法律助理的身份去爭取權益 但是後來也因為他這個行為 去弄了中國政府而被關押 到現在還沒有放出來 接下來我們開一下這個 浙江強開支架的現場 這個是中國政府對一般宗教活動的壓制 而是中國的 他們現在在很多當地 是中國政府在浙江當地 已經拆了數百個教堂的十字架 因為他們認為 需要反過五個 中国的基督徒有十字架对他们来说是一件不好的事 所以他们就强拆了教堂的十字架 接下来有人会问说 那如果是一般的比较无害的活动 有啊 首先就是工作没了 现在是毕业实验状态 所以我们也先在这边 出来之后 因为有各方巨大的